来看美国的天后泰勒斯 最近因为一张AI生成的身位不雅照 在X平台上流窜 在被移除之前 浏览人次已经超过4700万 事件惊动了白宫 众院的民主党人希望 因为泰勒斯这个事件 推动一个被搁置很久的法案 约束和监管AI的使用 包括了范围还有使用的方式 泰勒斯在2020年曾经表态支持拜登 现在又是大选年 所以拜登的团队极力拉拢站台 让川普支持者群起攻击泰勒斯 甚至用阴谋论抹黑 而抹黑对象包括泰勒斯 还有泰勒斯在美式职业足球赛的男友 才刚在金球奖红毯上 以一席亮片绿色礼服经验全场 流行天后泰勒斯话题不断 但人红是非多 近期一张AI生成的泰勒斯不雅照 在X平台流窜 引爆粉丝不满 X平台26号提醒用户散布图片的法律责任 27号一度封锁泰勒斯搜索关键字 但在照片被移除前 估计浏览人次已经超过4700万 利用神尾技术以滑接木 让网络影片图像或是声音都极可乱真 最让人担心的是这项技术越来越普遍 甚至用手机下载低阶APP就能办到 身为技术产物缺乏法规约束 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如今出现天后级的受害者也惊动了美国白宫 众议院民主党人希望借由泰勒斯身卫照事件 推动一项在国会搁置已久的请勿打扰法案 约束AI的使用范围 同时也大幅修正自动语音电话的规则 盼望与时俱进 针对AI冒充人身加重罚款 举例来说 这个月新罕布夏州的共和党初选 不少选民就接到一通奇怪的拜票电话 AI技术模拟美国总统拜登的声音 要选民别在初选中投票 请勿打扰法案除了杜绝 类似假冒真人的语音电话 即使是经过授权的自动通话 也必须揭露人工智慧技术的任何使用情况 泰勒斯效应屡屡缔造新纪录 29号美国NFL堪萨斯酋长队 拿下美联冠军 再度取得超级杯门票 泰勒斯冲入场中和男友 堪萨斯酋长边风凯尔西勇稳 让超级杯票价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平均票价9800美元 约合台币30万5000元 是历来最贵的一场比赛 美国航空秀道商机 加开从堪萨斯飞往主办地 拉斯维加斯的航班 更以泰勒斯专辑1989作为航班编号 回程航班87 则是泰勒斯男友凯尔西的球衣号码 泰勒斯曾在2020年表态支持拜登 如今也成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拜登团队积极拉拢的对象 自然惹来对手川普阵营锁定攻击 在堪萨斯酋长队冠军战这一天 比赛还没结束 亲川普的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 克里斯皮就在X平台发文 痛批NFL根本就是在力捧这对情侣 一切只是要帮民主党宣传 更以辉瑞先生 称呼泰勒斯男友凯尔西 因为他曾帮辉瑞药厂拍广告 呼吁大众施打新冠疫苗 惹来不少反疫苗人士的攻击 泰勒斯的影响力 为何连政治圈都要禁尾三分呢 去年9月在IG上呼吁粉丝 上网登记成为选民 他标注的五党派非盈利组织 vote.org网站差点被塞爆 发文隔天涌入3.5万人登记 从暧昧到正式热爱 让堪萨斯酋长队边风凯尔西 从体育圈红到娱乐圈 美国漫画商Tidal Wave Comics 将在2月推出他的传记漫画 描述他的美式足球生涯 也记录了他和泰勒斯 被万众瞩目的恋情 话题不断 结合娱乐和体育界的粉丝力量 泰勒斯效益也成了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话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